TTG换上九尾影争议 不管输赢都会出现一大堆问题 唯有用实力打破一切质疑 反之输了就会很尴尬 无味的一番话还是人间清醒 一安屁摇心瓜真的是有点离谱到家了 就在7月16日TTG官宣首发阵容 九尾终于获得了下聚赛首秀 只是这个轮换却引发了争议 首先是有玩家替此换名不平 认为S是他打上来的 并且个人实力也很强 且没有拖队伍后度 不应该换的 然后就是九尾不管输赢 都会出现一大堆问题 首发或者不首发都会被骂 比如赢了数据好 就可以说E-Star不是完全体 输了自然就更难 不过就算无味的 这些都是良性竞争 既然教练组选得让九尾首发 意味着承认了他训练赛的成绩 而且对于九尾而言 教练总让我上场 他要是拒绝那不就是傻吗 最终只能用实力打破一切质疑 然后知道在新军的时候 就是你们军队一直把脉打开 这种东西你们的范围思考 整天在折耐员整来挺确的 要换威思考 你闹这些东西有用吗 没有 这会电的经济就不行 要良性竞争的什么 你要是叫良性竞争的吗 是电的经济 就是我们要换 也可能这些有些东西 也不要被什么 鱼端粉丝再接受 然后就是一安屁摇流的新瓜 网上有团年 渲染和她的尸体 对此一安也是觉得有点异 他在打比赛的时候 渲染还有宝宝粉 只能在旁边看她操作 严格算起来 一安才是渲染的尸体 或者跟这个引入人 只能说网上的瓜 有时候是真的离不到家 难道不是我师父 我来危机轻便的时候 她是比我过来的 那时候她 又还不能打比赛 比赛还不能打比赛 所以就要什么 所以其实 现在是这么想 让我说 懂得来说 久尾这时候首发上场 赢了 也能获得公平的竞争机会 输了大概率 会有一段时间无法首发 只是对于久尾和人 这是一次打破质疑的机会 不可能因此错过 就像Fly成本首发一样 唯有证明自己 能比子冠更带的能队 她才有机会做人首发 至于一安跟轩然的故事 目前看来 一安赶快要被取代 这赛局 估计都会一直首发 轩然想要竞争上队 要比下个赛 最后大家觉得 九尾能带队赢队赢了 一安会被轩然取代吗 我去查理一下 我去查理一下